在御佛节之际 以文化弘扬佛法为创办宗旨的 佛光源美术馆高雄馆 今年迈入第五年的佛旦特展 将宗教议题因缘果报加入艺术 让参观民众能用植了的方式 认识佛与佛说真理 佛教更讲的叫因缘果报 也就是说我种了什么因 我还要有缘 农夫撒了十颗西瓜的种子 可是明年收成可能只剩下九颗 为什么呢 可能他撒好的时候自己采坏了一颗 所以那个因还配了原 产生了果后面接着报 所以这次我们用这样的展览 在前面这一区 观众来就可以透过一个善因的种子 我们也像农夫来种自己八字田中善因的种子 譬如说我先发一个布施的愿 希望在这个写的布施 让我这个种子轻轻放在我的培育的杯子里面 我这一颗种子就像我的生生世世 得是我都修行这个布施 让这个布施的种子一直种在我的心中 得是我都要行布施的大愿 这里有超过三百只的眼睛 也就是我们每发一个善愿 它都跟每个众生有关系 眼睛代表众生 还有老天有眼 每个音源 我们每个形式 我们都要很小心地去坚守 我们的生口意都跟任何众生有关系 展览以艺术家邱小慧的42张图为主轴 其中九张图具象呈现十点严罗 警示民众任何的生口意都会导致善因或恶因 而最重要的33张图 则用幸福的色彩介绍佛陀的一生 除此之外 美术馆还特地策划互动区 让民众用碎纸机碎裂写下的烦恼后 再用菩提叶告诉佛陀想说的是 期许民众能经由观展实时观照自己的营念心性 法界新闻刘明明高雄采访报导